相信你对奖励与惩罚已经非常熟悉了 甚至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 所以在这里我只想小小的提醒你一下 奖励或者惩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惩罚不是只有批评或者体罚 有时候你不让别人得到他喜欢的东西 也可以算一种惩罚 比如网上盛传了一种追女生的方法 你想追求的女生可能并不喜欢你 所以对你的追求和表白都无动于衷 没关系你不必回心 其实你完全可以做的简单一点 你只要每天坚持送她一大束鲜花 记住哦 一定要每天 不能少任何一天哦 如此坚持半年一年的 这样你的女生就已经完全习惯了 每天清晨醒来 就会有一束美丽而芬芳的鲜花 放在她的面前 向她微笑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 你不再送花了 一天 两天 你做女神就会在没有花的空虚和痛苦中 备受煎熬 终于有一天她实在受不了了 就会来找你 怎么样 靠谱吗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吸毒的感觉 我当然也觉得不靠谱 笑话而已 不过这个原理倒是对着 当你已经习惯拥有了某种东西 突然它被取消了 你便会有一种负向的情绪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从小孩子手上拿走一个玩具 那么痛苦了吧 同样 奖励也不是只有物质奖赏和表扬 心理学家德维克在一项研究中 区分出了鼓励和表扬两种形式 孩子在完成一个相同的实验后 表扬就是对孩子说 你一定很聪明 而鼓励是对孩子说 你一定很努力 结果在第二轮测试时 被表扬的孩子只愿意选择 与原来难度一样的题目 因为他想要保持自己的聪明 而90%的被鼓励的孩子 都选择了更难的测试 因为他不怕冒风险而犯错误 到了第三轮测试 虽然任务很难 但被鼓励的孩子却乐在其中 注意力也更加集中 而那些第一轮被表扬的孩子呢 却相当痛苦 因为他们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聪明 结果在最后一轮 也就是第四轮测试中 难度和第一轮一模一样 可是那些被表扬的孩子 成绩下降了20% 而那些被鼓励的孩子呢 成绩却提高了30% 所以鼓励让孩子发现自己可以控制成功与否 而简单的表扬则却剥夺了这种可控性 现在你终于明白了吧 奖励并不是只要说你真聪明 你好棒就可以了 当然物质奖励有时候也不是特别有用 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动机 我来跟各位说一个萨尔瓦多的故事 萨尔瓦多是一个意大利的移民 早年来到了美国 当然由于家境贫困 他只能住在一个非常差的社区 他的邻居是一些从非洲去的移民 我们都知道意大利有一个传统听歌剧 萨尔瓦多也是一个歌剧谜 所以他每天下午都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在自己家里放歌剧 而且呢他喜欢把流声机的声音放到最大 让歌剧声弥漫在整个家中 到后来他甚至就把流声机放在自己的院子里 让整个歌声充满了整个街道 这时候你就想到了 他的邻居是非洲来的移民 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非洲移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不是那个悠扬高昂的歌剧声 而是富有节奏感的打击乐 所以当他们听到歌剧声就特别头疼 于是就跑来警告萨尔瓦多 老头警告你哦 不许再放哦 如果再放我们就要动手了 哎 萨尔瓦多骨头很硬 继续放 结果这几个非洲兄弟就来 把萨尔瓦多揍了一顿 而且走之前告诉他 你敢再放一次 我们听到一次揍你一次 可是萨尔瓦多真的不服输 他继续在家里面放着悠扬的歌剧声 结果他连续的挨打 终于有一天 毕竟人老了嘛 萨尔瓦多觉得这样不行了 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当非洲兄弟们再来打他的时候 打完之后 萨尔瓦多叫住他们 你们不要走 哎 这时几个人觉得很害怕 难道他要报复吗 结果 萨尔瓦多颤颤巍巍地从家里面走出来 手上拿了一叠钞票 每人给了十美元 这个时候 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老头不会被我们打傻了吧 但是他们依然很开心地拿了十美元就走了 如此这样 一周之内 他们每天打完萨尔瓦多之后呢 萨尔瓦多会给他们十美元 到了第二周 悠扬的乐曲声再次响起 几位非洲兄弟就像听到上公号一样 来到了萨尔瓦多家 又例行惯例把萨尔瓦多打了一顿 这次他们又例行惯例 等在庭院里分钱 结果这个时候 萨尔瓦多走出了房间 拿了一叠钱 然后告诉他们 对不起 钱不多了 这次只能每人给你们一美元了 哎 在这一刻 几位非洲兄弟突然愤怒了 一美元 一美元可以干什么 你打发叫花子吗 他们非常的愤怒 虽然都把一美元拿走了 可是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第二天 悠扬的乐曲声再次响起时 几位非洲兄弟面面相去 要去吗 哎呀不去不去 一美元 什么事都干不了 去了干嘛 飞着进干嘛呢 于是 萨尔瓦多 从此和他的留生机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通过萨尔瓦多的故事 你发现了 外界的物质奖励 有时候会替换我们的内在动机 非洲兄弟原先揍萨尔瓦多的目的 是想让他不要再放割剧 可是由于他每次给他们钱 慢慢他们就把揍他变成了 为了那美元去揍他 所以当美元消失的时候 或者急剧变少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干这个事情了 现在你就明白了 在公司里不要以为 只有通过加薪来刺激员工哦 因为说不定 这反而会让你的员工 失去自发的热情 尤其是对于那些80后 90后员工来说 更是如此 不知道我给你讲了 我们三种学习模式 以及惩罚和奖励的 不同形式之后呢 会不会让你 原先自成一派的理论 受到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丰富 也非常有趣的领域 我们依然会在另外一门课 心理咨询与治疗 再与大家细致地分享和讨论 敬请期待哦 翻开你的微信朋友圈 你会发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育儿精 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 艾特了我一下 因为他分享了一个 心理学家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 我看完之后呢 淡然一笑 我会跟他说 他写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淡然一笑呢 因为其实心理学家养育孩子 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心理学家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也会充满矛盾 充满冲突 充满问题 只是心理学家会更加灵活 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所以我们前面说的 所有的有关发展与教育的知识呢 并不是绝对真理 我们希望在你实际生活中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照搬这些理论 而是积极的结合你的实际 来调整和修正这些理论 从而让你的教育更加有效 而你的孩子发展更加的健康 所以灵活性和积极性 才是最最重要的 而不是所谓的某个知识或理论 绝对散投给你 恶口的责任